这个中美大国博弈 这包括使馆的人员 是不是在相互的隔空过招呢 大家知道中秋节 数一数也快到了 大家月饼别吃太多 不过呢 中国的驻美大使馆 他们现在在派送月饼要贺劫 但是呢 在这个贺里啊 有放卡片 而这卡片还放上了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的要点呢 这是不是一种特别的安排呢 那你想想看 那我刚刚讲说 中美大国博弈相互过招 那驻外的人员 那别忘了 就是美国的驻北京大使馆 这一位大使伯恩斯 那伯恩斯在干嘛呢 伯恩斯是来一个隔空高级酸吗 好你看 因为伯恩斯呢 他发推文 结果他发了个推文在这里 他告诉你说 他在上海排队做核酸 穿着西装拿着手机 跟着一般的市民一样 在那里排队等候 深夜的时候 在做这件事情 那很多的网友就议论纷纷了 原来这个美国的驻外大使 到了这个中国大陆了 还需要真的像大家一样 排队做核酸 你骗谁呢 来 白老师 为什么从北京 要到上海去做核酸 这个当然大家也都很有兴趣嘛 那既然从北京去上海做核酸 因为以他的身份跟地位 他的DNA并不重要 所以没有人会对他的DNA有兴趣 所以我想他如果要 或是美国的亲自单位 想在他的DNA里面做文章 这大可不必 因为他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 所以他的DNA也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也不会有人要去采他的DNA 但是问题就是 上海的检查是比较严 那你一个从北京到上海来的 你当然要规规规规矩矩的 乖乖的去上海 那么去做核酸 我们也欢迎美国的整个国家 的民众也要常常做核酸 不然的话你们把病毒带到全世界 大家也烦也累 那美国人要守规矩 自己要先把核酸做好 然后到国外去的时候 不要把病毒带出去 我想这个是美国的大使 应该要先做好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在美国 要把疫苗打好打满 出国前核酸要做 到了中国大陆还是要做核酸 离开北京到上海 还是要做核酸 乖乖的乖乖的 乖乖举举的 按照国际规则办事 我想这个美国人一定要学习 按照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行政规则办事 这是美国人一定要做的事 但是您提到了搭复兴号高铁 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就提醒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没有高铁 对啊 他都比赞啊 他都说大陆的高铁很棒啊 那就引进大陆高铁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鼓励美国 向整个中国大陆 去恰商购买建构美国完整的高铁体系 那么全部用中国的规格 那可能速度就会快一点了 对 而且由中国的工程队进来 那么价格好一点 所以我想如果您觉得很赞 那您就到赶快给你们的母国建议说 要引进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核能也不错 所以也能够引进中国的核能 我想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都是中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那我想中国大陆也很愿意教你们 怎么去做高铁 怎么使用高铁 最后一个有关于月饼的事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这个我们的眷村 眷村我们以前有个传说 说那个月饼上面都有一个字 说那个时候是因为要推翻 这个蒙古人的统治 所以呢就传达了要革命的讯息 那现在如果说这个传说是真的话 那中国大使馆送的月饼在美国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传达 中国要统一的这个讯息 那我想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就是想一想 作为中国大陆来说 他势必一定要统一 除非你有能力阻挡 如果你没有能力阻挡 那你就只能在旁边看 就不要欺骗台湾人 最重要不要欺骗台湾人说 我对你的承诺坚坐盘石 这点很重要 但我对你的承诺是坚坐盘石 那这个朱元璋 月饼长字条 对月饼长字条 对这个亮哥记得啦 在俄罗斯要硬起来掌握他的能源 利用他的这个能源的工具 8月2号 应该说9月2号 这个G7集团视讯开会要讨论 对俄国油实施价格上线的计划了 白宫这边说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普丁 石油收入减少 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 的确我们也知道嘛 现在不仅是这个欧洲国家的德国啦 很多的国家 其实都希望能够赶快订出一个天花板上线 压力很大 但是现在你看主管能源政策的这位俄罗斯副总理叫诺瓦克 他现在就说呢 对那些你要订天花板要设这个价格 这个置顶的这些公司啦 国家啦 那你们试试看吧 你们要开会讨论是吗 要订上线是吗 俄罗斯要停止供应原油跟石油 因为俄罗斯绝对不会在非市场的条件之下 对外供应油品 赖老师 这个是在做一个实验 如果这个G7他们真的下了决心要这样做 对 那问题就在于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会跟着做 因为第一个就是G7的国家自己做 第二个他要求他的盟国要跟着做嘛 那问题就在于说有几个国家会不会合作 那俄国已经提出一个态度了 他的副总理说 你假如跟着这样做的 我全部都不跟你 都不卖石油给你 这第一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假设法国说 那我就定一个 我们已经定一个上线 例如说假设现在是100块美元 我们只能买60块 那俄国人说那就不卖你了 这是第一个嘛 那如果说 美国压迫非G7的国家 例如说 假设压迫韩国 说你也只能跟俄国人买石油 说你只能买60块 那韩国听还是不听 韩国人如果说好那我只能买60块 俄国人说那我不卖给你 这是第一个俄国人的态度 那也就是说俄国可能会把供应量减少出去 可是他已经在提醒OPEC 他说他这样的话是打打击 我们这些石油产业的国家 破坏整个市场经济体制 那如果我是被破很便宜的卖 那你们的油价是不是整个也会被压下来 也就是说因为我60块可以卖的话 那你本来你100块 那谁会给你买100块呢 大家都来跟我买60块嘛 所以我的态度就是要给我买60块不卖 那你们这100块的你们自己要看得办 那你要怎么看得办呢 你要不就减产 对 你就不要生产 或是你减少生产 当然不生产是不可能 可是你减少一生产以后 油价可能反而飙到200块也不一定 对 所以现在是一个博弈了 好那假设像中国体量这么大的国家 他跟俄国人买 他跟俄国人买 因为很多国家当然会觉得说 如果能够有G7去打压 我能够用60块买下来 那我当然是赚了嘛 那俄国人的态度就不卖 那假设中国人就说 那我没这一回事 我用70块是80块买 那就破了你G7的要求 你能制裁我吗 你敢制裁我吗 所以他现在是一种赌注 也就是说G7想用这种诱因 用这种诱因 然后想说团结所有的国家 来对俄国人施加压力 对 可是当俄国人说 我石油不卖给你的时候 你买不到石油 而你回过头跟OPEC买 然后一发现世界油缺得一塌糊涂 因为俄国人就不 现在我暂时不卖了 那OPEC一看说 你暂时不卖 那我油价就飙涨 因为需求大于供应的话 它油价一涨到200块 那这个时候 你要向OPEC买200块 那俄国人说我150块卖 所以其实俄罗斯这一招就是 它其实不仅仅是会回过头来 给G7这些国家的压力之外 其实它也会同时影响到其他的产油国就对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赌注 大赌注是在大赌 那他们原本是从学术的理论里面 认为整个世界团结起来 压迫俄罗斯是可以成的 可是问题是 俄罗斯的反制就是我就不卖了 那俄罗斯不卖能够成多久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可是问题就另外一个问题是 俄罗斯它偷偷的卖 或者是它另外这种价钱不公开的 卖给其他的国家 例如说印度 然后是中国大陆等等 那卖的话那你这个 你G7的上限 那个天花板一直维持不住 然后你坚持的那些国家被曝光的 都买不到石油 那他们怎么办 是啊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DTI714 享有折扣哦